好,在这个单位我们要介绍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提供了五个不要钱的软体 供使用者下载跟使用 进到这个网站以后再往中间走 会看到五个软体 第一个是一个PDUF编辑程式 但是他不要钱只不要钱六个月 下面有写六个月 然后呢,第二个软体是一个影像编辑的一个软体 那基本上它是属于比较旧版的 所以它可以终身免费 第三个这个软体呢 基本上它是说一般我们来讲 我们在档案中央里面把档案删除掉以后 Windows的系统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把一些怎么样 档案它会残留 那万一假说你今天不希望邻家干嘛 把你电脑里面 删除的档案怎么样 复原回来 找到你到底有删过哪些档案 有哪些足迹 那你可以用这个软体 它会帮你把这些档案干干净净的把它清除掉 就是没办法复原 然后第四个这个软体呢 它是一个GPS定位系统的软体 适合那种宝可梦那种使用者 来使用的 就是说你需要用到GPS定位的人 你就可能需要用到这个软体 那它有效期一年 一年后就要收钱 然后最后面这个是一个荧幕录制程式 然后它呢也是一样 有效期是一年 可以荧幕录制 不过有一点 特别注意到 它在这里面都做了一些小的动作 什么动作 以荧幕录制来讲呢 它不是整个 你多长都可以 它这个版本只能三分钟 你超过三分钟 它就叫你切掉 自己切 它是帮你保留三分钟 所以不是非常的美好 因为我还讲你录制的时间 超过三分钟就拜拜了 拜拜了 然后再来它怎么样让你授权呢 就是请你填入你的资料 Alice 0812小老鼠Gmail点看 你把你的email账号填好以后 点右边这个按钮点下去以后 它会寄一封信给你 就像现在这样子寄给你一封信 然后跟你讲 每一个软体有效期 还有它下载的位置 然后这个有效期 适合多少台电脑 有没有 还有它的什么授权码 授权码全部都给你讲 而且重点来了 它会跟你讲有效期到什么时候 现在有效期是2023年的12月31号 以前啊 你要把它下载 你以前没有做完这个动作 就失效了 然后下面会跟你讲如何使用它 如何等于干嘛 如何授权 安装 下载授权 全部都在里面 然后呢 第二个软体一样 它会跟你讲一样的方式 总共呢 你总共有五个软体 所以这边有五个说明 针对这些来跟你讲 然后这里面来讲呢 你装完了以后 你装完以后 它就会跟你讲一些 比较特别的 譬如说你有一些问题 你可以点这个email网址 有没有 去询问 去询问 我看你会变成的问题 我看你了